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狐不过一介猎户 自会成枪 此乃朝堂十三位将军联名书信 此时 威圣已经陷落 狐已被擒拉 不久之后 军营里爆发出了相互的厮杀 连处的城头那边 有烟柱隐约升起在天空 城池另一侧的主军营中 孙奇在听见爆炸的第一时间 便以卓甲持剑 他跨出大帐 看见副将邹信快步奔来 混乱在军营中已经开始扩展 随后又有人陆续冲来报告 士兵牵着战马 正快步奔来 孙奇在快步中猛然防剑护灰 兵器拼得一扔 接近过来的副将手中的匕首相机 混你何时? 你只说有人叛乱 不说何人 便知你有鬼 给我拿下 邹信转身便要跑 身边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挥拳而来 那拳锋擦过邹信的眼角 他整个人都亮枪后退 眼角流下心血来 阵阵之上厮杀出来的本领 竟在这随手一拳之间便差点毙命 那士兵张开双手 大光明教王难驼在此 你是黑袭何人 疯护王难驼 这是林宗吴安排在此地的最大保险 邹信拔出长剑与匕首交错 来呀 王难驼却不过去 怕跟随孙奇转身便走 其余的几名轻尾朝这边围过来 孙奇踩上那千马士兵的肩膀 上马的一瞬间终于察觉到不对 王难驼也已经反应过来 他猛地抱贺 大手擒拿而下 这些年来 也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接下他的拳手 只要在他一步之内 孙奇便无人可胜 造反了 激烈的声音将写在青州城中 原本驻守泽州城的万鱼军队在将领 齐鸿修的带领下冲向城池的各处要点开始了厮杀 周府附近 陆安民听着这忽如其雷 却逐渐变得汹涌的混乱声 还有些迟疑 有人陆之中 陆之中 这人乃是周府中的一名刀笔小利 陆安民记得他 却想不起他的名字 你 你 城中叛乱 恐生大祸 民众还需陆之中救援安抚 不可迟疑 我如何安抚 人手已齐 城中数未能教的老爷正在叫过来 陆之中 你与我来 那刀笔力拉着陆安民走了一步 陆安民忽然反应过来 定在了那儿 你 黑齐 黑 黑齐 那刀笔力眼中悚然一惊 随后用力摇头 不不不 我乃楼尚书的人 楼尚书 楼护部 楼书在田湖体系中虽然被戏称为女宰相 实质上的职责乃是护部尚书 他下狱了 刀笔力看着他 过得片刻 护王已授手 大牢之中 人声与脚步声涌向最核心处的牢房 羽族打开了牢房 放下其中那遍体铃声的男子 随后大夫也过来 带着各种商药绷带 男子看着他们 你 来不及解释了 虎王垮台 泽州军队大叛乱 难民口将冲向泽州城 华夏军前路 奉命营救王将军 控制泽州难民举事 你是 华夏军 羽族点头悟 他听着外面隐约的声音 希望能够尽量控制局面 不使泽州毁于一旦 城内的一个小院子里 李诗诗走了出来 听着外头那巨大的混乱 望向院落一旁正在修车轮的老人 黄伯 外面怎么了 造反了吧 那老黄只是微微抬头 答得清楚 哦 李诗诗看着他的态度 心中明白了一些东西 过得片刻 老黄将一把锥子拿在手里 用力撬轮子上的凸起 随后吹了一下 他们去了军营 过得片刻补充道 好像是杀一个将军 虽然有许多事情 瞒着这位蓝星绘制的善良女子 但总有些讯息是可以透露的 老人也就难得的透露了一下 威慑大雨倾盆 皇城中的战斗还在继续 楼书婉在身边人撑着雨伞下走过了广场 他一人简朴的黑色衣裙 身后的卫士却排成了常立 与他同行的还有一名看来是商骨打扮的中年人 身材矮胖 面上带着笑容 已有人为这矮胖伤人打伞 广场对面的房间外 士兵拱会了一圈 当中的房间里 三名明显地位尊贵的老者正在这里喝茶 看见老鼠婉来都站了起来面带怒意 老鼠婉 你竟敢谋逆 有人大声赤贺 巴掌打在了桌子上 这或许也是在发现他们被强行请来的愤怒 老鼠婉静止走过去拱手 袁公 唐公 调公 时间有限 不要拐弯墨角了 他说道 我们谈现状吧 电话 雨如黑墨 必日折天 清盆的大雨笼罩了歸圣附近起伏的山卵 天极宫中的厮杀陷入了白热化的境地 士兵的冲杀沸腾了这片大雨 将领们率队冲锋 一道道的攻防战线在鲜血与蚕食中春茶来去 场面残烈无疑 铺降的大雨降低了原本要在城内爆炸的火药的威力 在客观上延长了原本预定的攻防时间 而由于虎王亲自带队 长久以来的威严撑起了起伏的战线 而由于这里的战事猥亵 城内便是愈演愈烈的一片大乱 天极宫的一侧 已经被叛逆军队占领的区域内 进行的谈判或许才是真正决定虎王地盘日后状况的关系 虽然这谈判在实质上 恐怕已经无法决定虎王的状况 城市中的大乱 迟早终将倒向一个固定的方向 而在城外 大将军于御林率领的军队也已经在押来的路途上 虽然行诸表面的似乎只是敬王地盘上的一次震坛变动和反扑 内容的情形却远比这里来的复杂 杨顺 方响 苏吉 沈安 盛本 石训 桑英 窦赵 黄达 黄小炳 杜威 秦林中 侯赵兰 大雨的落下 伴随的是房间里的一个个名字的列举 以及对面三位老人无动于衷的神情 一身黑色衣裙的楼树腕也只是平静的陈树 流畅而又简单 他的手上甚至没有拿纸 显然这些东西早已在心里转过了无数遍 因这些人的支持 今日的发动也不止微胜一处 这个时候晋王的地盘上已经燃起大火 晋王 你可知道当初是晋王收留的你 袁公 说这种话没有意思 我被关进牢房的时候 你在哪里 所以你勾结华夏军 老鼠晚的目光 晃过对面的袁战侠不再理会 这次的事情之后 华夏军授予我等铁制重炮两百门 给出华夏军渗入我方间谍名单 且在交接完成之后分批次 退回西南 这段话说出 对面三人一时间却都愣住了 汤姓老者等了片刻 两百门重炮 退回华夏军人员 另一人却也忍不住的 华夏军人员都是他们说了算 如何能信啊 袁战侠却是摇了摇头 恍然间有些无力的耻笑 就因为这个 娄叔啊神情冷然 不信又如何 此次各地发动 多由华夏军成员牵头 他们主动撤走一大批 三位莫非还不满意 若非虎王昏了头 三位 你们给我拿到两百铁炮 再轻走他们一批人 再者 王俊云与我约定 今日与北面同时发动 大军押近 然而王俊云此人 狡诈多谋 不可轻信 我相信他昨夜 便已发动大军叩关 趁我方内乱 攻城战定 三位在盖州等地有产业的 恐怕已经岌岌可危了 他说到这里 对面的汤顺猛人拍打了桌子 目光凶利地指向了楼书 落入虎口的东西是拿不回来的 然而若是立刻派人去 说不定还能劝他谈判收兵 此事过后 我方外与王俊龙方粮食逛二十万单 交易分三次 一年内完成 对方交付钱物金铁 折为世价的八成 你还勾结了王俊云 元公 我敬你一方豪杰 不要再揣着明白装糊涂 事已至此 说勾结没有意思 是实事实人 殿外有雷声划过 在这显得有些昏暗的殿堂内 一方是身形单薄的女子 一方面是三位神情各异 却同有威严的老者 对质安静了片刻 不远处 那笑眯眯的矮胖商人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实事实事实人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却有着无比现实的重量 威叔啊抿着嘴 吸了一口气 虎王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比我清楚 他猜忌我 将我下狱 将一群人下狱 他怕得没有离职了 静王朝堂 这样的事情 也不是第一次了 你要杀人 人就要保命 虎王这次未必会杀我 反不反 于我而言 不是唯一的路 然而他要对付黑棋 黑棋便会对付他 若只是黑棋 豁出命去我也不在意 然而中原之地 又何止只有黑棋 王俊云是何等样人 黑棋从中串联 他岂会放掉这等机会 即便不算我手下的一群庄家汉 虎王对上这两方 也要脱一层皮 娄叔碗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 三者 这些年来 虎王敌亲倒行逆施 是什么样子 你们看得清楚 所谓中原第一 又是什么货色 虎王心怀大志 总以为现在女真眼皮子底下 虚于蛇尾 将来方有红土 哼 红土 他若是不这样 今日大伙不至于要他死 他说到此事 袁战侠皱起了眉头 你娶娶女流 与男儿大志 请你大言不再乱作评判 你要与女真人当狗 你可不许得说的这般大声 娄叔碗看着他 哼 做不做狗我不知道 会不会死 我清楚得很 黑棋三年抗金 只是因为他们胸怀大志 他们的中间 可没有一群亲族强强民女 尖引烧杀 胸怀大志 却不自省 死路一跳 这等事情 我看得出 田石看得出 于玉林等一大群人 都看得出 跟着虎王誓死 叹了虎王 一样是跟女真作对 起码 比跟着虎王的生计高多了 他探开一只手 短则三年 长则五年 女真人或者就将霸触刘玉 亲自掌管中原之地 杀了田虎 先是两百门炮 连上华夏军的线 肃清内乱之音 再与王俊云联手 有转环的空间与时间 诱惑着三位忠于虎王 不与我合作 肃清内乱 我杀了三位 华夏军把事情搞大 晋王地盘分裂内乱 王俊仁趁机摘走所有桃子 三位 我是女流之辈 只想在这乱世之中活下来 管家我可以 打仗我不行 即便想要掌权 你们男人也不怕我 女真人来了 我立马跪下 三位或战或降 可自行选择 但无论战也好 想也好 想要保命 都得让女真人高看几眼才行 严峻于此 请三位长者斟酌 她的话说到这里 在那沙沙的大雨声中 店内一片奇异的寂静 《欲知后史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继续第七百八十三集 听众朋友们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聚武八雅居 没明天假说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